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如此 行价还是维持盈利预测不变 因为考虑到本财政年余下季度均价展望会比较疲软 4月初至今 由于需求疲软 尿素和甲醇价格已经缓和 另一方面 由于两座主要厂房将进行对应期的维护 就算管理层有信心在本财政年实现90%到92%的综合厂房使用率 但是第二季化肥和甲醇的业务可能会进一步疲软 航家维持财政预测 马如平集合11令吉20仙的目标价 cors先生 说的市场 司会 记得 復帷 回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